1942年,18岁的澳门大家闺秀李婉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嫁给家道中落,比自己大三岁的穷小子何鸿燊。 他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彼时幸福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选中的男人日后会给自己带来无数的痛苦,成为伤自己最深的人。 李婉华家世背景了得,他1924年在澳门出生。 他的祖先曾在葡萄牙当高官,父亲是澳门著名的律师,也是当地唯一的公正人。 作为澳门当地的名门望族,李婉华兄弟姐妹众多,一共有23人,他在家排行15。 又因为颜值出众,李婉华十几岁时就被称为澳门街第一美人。 一众豪门富少都想抱得美人归,没有一个人能走进李婉华的心里。 但命运的齿轮在他17岁时加速了转动,这一年,何鸿燊带着十元港币到澳门闯荡。 何鸿燊原本是一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公子。 他的祖父何福曾是华商武巨头之一,博祖父何东是香港的第一任首富。 父亲何世光曾担任东华三院主席沙轩洋行买办,还是香港殖民历史上第一个从政的华人。 然而,何世光的一个举动将何鸿燊变成了落魄公子。 1934年,何世光和几个兄弟一起炒股,结果炒股失败,破产了。 为了躲债,何世光跑到越南躲债。 何鸿燊和母亲显星云留在香港生活,居住在简陋的宫棚里。 生活的巨变让何鸿燊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 有一次,她的一颗牙坏了,她去找一位做牙医的姑表帐补牙。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以前对她和和气气的姑表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在叙述牙疼的情况时,姑表帐就直接让她拿钱,语气非常的不友好。 何鸿燊问她,以前我牙没疼的时候,你总是说牙扣不好就找你,现在你怎么变了? 姑表帐不客气地对她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过去你家有钱有事,谁敢得罪你们? 我八戒讨好,还来不及呢? 现在你家败落了,还摆什么阔少爷架子? 要补牙就拿钱来,既然没钱补,干脆拔掉算了。 听着姑表帐的话,何鸿燊落泪了,她转身就走。 回到家之后,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对她说,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就要发愤图强。 不要指望别人来同情你,搭救你,一切都要靠自己。 母亲的话,何鸿燊听进了心里。 为了改变命运,她努力读书,考入了香港大学。 不幸的是,她读到大三时,日军侵略香港。 为了谋生,她带着十元港币坐着一艘机动木船到澳门闯荡。 这一年是1941年,这一年何鸿燊二十岁。 到达澳门后,何鸿燊找到了工作。 她在澳门的连昌公司担任秘书,兼做粮油棉纱业务。 她爱动脑筋,口才好,很快拥有了一批客户。 并且,她记忆力非常好,能把与连昌公司有生意往来的企业和个人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 何鸿燊的这个记忆力,多次帮了公司的大忙。 这也使得她深受连昌公司领导层的器重。 也是在这期间,何鸿燊和李婉华相识了。 因为工作关系,何鸿燊认识了李婉华的大姐夫。 在李婉华大姐夫的介绍下,何鸿燊和李婉华开启了缘分。 何鸿燊对貌美的李婉华一见钟情,也看重她的家世,她对李婉华展开了追求。 为了追求李婉华,她专门去学朴语。 每天李婉华放学后,她都会到李婉华住的地方约会,没事两人就喝喝茶。 最终,何鸿燊用她的幽默、风度、帅气征服了李婉华,他们在一起了。 1942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第一年,在李婉华家族的帮助和个人的努力下,何鸿燊就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港币。 他拿着一百万港币创办了澳门火水、煤油公司、大美洋行等企业,成为了澳门有名的富商。 在财富滚滚来的同时,何鸿燊和李婉华的婚姻生活也很幸福。 1947年,他们迎来了他们的大女儿何超英,1949年,他们迎来了他们的大儿子何尤光。 让李婉华没有想到的是,这幸福的婚姻仅仅只维持了15年,从1957年开始,这段婚姻带给李婉华的只有痛苦。 1957年,李婉华突然患上了结肠炎,何鸿燊带着他便寻港澳明医,都无法根治。 甚至因为病情的严重,还引起了其他的并发症。 最终为了李婉华的健康着想,只能切除李婉华的胃部,李婉华只能吃流质食物,长期服药。 他体重因此由115磅跌至70磅,身形消瘦,美貌不在。 在李婉华患病初期,何鸿燊依旧对他很好。 不管有多忙,他会抽空陪李婉华聊天。 他还和李婉华玩纸牌,故意输给他,逗他开心。 他甚至向他承诺,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会像以前一样深爱他。 李婉华相信了,可何鸿燊撒谎了。 就在李婉华躺在病床上时,他却在想娶一个小老婆。 因为参加舞会,他认识了14岁的蓝琼英。 蓝琼英的家世背景也还不错。 他的祖父蓝殷南,曾在朝善任少将军官。 他的父亲蓝剑怡是黄浦军校第七期学员,曾任骑兵大队长,参加过抗日战争。 何鸿燊掠师小记,就将蓝琼英拿下,他要娶蓝琼英为妻。 对于何鸿燊要娶小老婆一事,李婉华的父母非常反对,他们希望何鸿燊遵循,亦夫亦妻制。 可何鸿燊铁了心要娶二房,他还利用了清朝的法律。 彼时,澳门两套法律并行,清朝的大清律依旧被认可,而大清律允许纳妾。 根据大清律,何鸿燊可以在澳门合法地娶蓝琼英为妻。 最终不顾李婉华父母的劝阻,不顾李婉华的伤心,何鸿燊在1957年收了蓝琼英做二房。 多年后,专访过何鸿燊的冷下爆料,在何鸿燊与蓝琼英结婚的前前后后, 发生在何鸿燊身上的风流运势,雾水情缘,从不间断。 对于为何非要娶蓝琼英为妻? 多年后,在他的传记《何鸿燊全传》中的解释是, 我不能一辈子当和尚,况且我当时已家大业大,工作非常繁忙, 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 何鸿燊也深知这样做对不起李婉华, 因此他特意让蓝琼英和李婉华能不见面就不见面。 为此,他想出了格力政策,他将李婉华留在澳门生活, 让蓝琼英到香港生活,这样,两房之间可以做到相安无事。 只是这时的李婉华对何鸿燊还有感情,在身体健康如此差的情况下, 1958年,他为何鸿燊生下了二女儿何超贤, 1962年,他又生下了他们的小女儿何超雄。 然而小女儿何超雄的出生,也让李婉华更加看清了何鸿燊对他的感情。 在何超雄出生的这一年,何鸿燊联合霍英东、叶翰、叶德利等人 拿下了澳门赌场的独家专营权,开启了他的赌王之路。 对于能拿下澳门赌场的独家专营权,何鸿燊觉得他和蓝琼英的大女儿何超雄是他的福星, 因为在这一年,何超雄出生了。 对于同一年出生的何超雄,何超雄,何鸿燊进行了区别对待, 他很疼爱何超雄,对何超雄却漠不关心。 这一切,李婉华都看在眼里。 在这之后,他不再为何鸿燊生孩子, 而蓝琼英在何超雄之后,为何鸿燊生下了女儿何超凤, 何超家,何超姨,儿子何游龙。 李婉华对何鸿燊死心了, 因此在大女儿何超英在1970年和香港殡仪业大亨肖明之子肖百成结婚之后, 他决定和何鸿燊分居,他前往葡萄牙里斯本生活。 在走之前,李婉华给足了何鸿燊脸面, 他对外说只是去葡萄牙养病。 到达葡萄牙之后,李婉华开始了新生活,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新生活刚有起色时,死神来了。 1973年,李婉华在里斯本遭遇重大车祸, 司机当场身亡,李婉华的脑部遭受重创, 额骨和盆骨碎裂,他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才醒过来。 何超贤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及母亲的这段经历时说道, 母亲苏醒时,已失去大部分记忆, 长时间不懂进食,行动也很困难。 让李婉华没有想到的是八年后, 他遭遇了比自己遭遇车祸更可怕的事情。 1981年6月,李婉华的儿子何游光和儿媳苏蒂在何鸿燊 位于里斯本的寓所吃完饭返回居住地的路途中, 遭遇车祸,双双去世,留下了两个可怜的女儿何嘉文、何嘉华。 得知消息的李婉华备受打击,住进了医院。 备受打击的不止李婉华一人, 还有何游光的姐姐何超英。 这一年,何超英选择了和萧百成离婚, 在这段父亲何鸿燊安排的婚姻里, 他一点也不快乐,幸福。 可刚离婚,就遭遇了弟弟车祸去世, 母亲住院的情况,面对多重打击, 何超英精神失常了。 儿子死了,女儿疯了,李婉华痛不欲生, 她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她找了一位名叫陈婉珍的护士, 担任自己的私人看护。 让外界没有想到的是, 何鸿燊竟然看中了陈婉珍。 1985年,她以陈婉珍的名义, 在香港购置了大潭亚伯院两个中层单位, 与陈婉珍开始了同居, 陈婉珍成了她的三姨太。 一年后,她又在三哥何鸿展, 三嫂丁玉珠举办的私人舞会上, 认识了舞蹈老师梁安琪。 1989年9月, 她以梁安琪的名义, 购置了寿山村道26号独立洋房, 两人开始了同居, 梁安琪成了她的四姨太。 有了三姨太, 四姨太, 何鸿燊非常潇洒快活。 只是这些与李婉珀没有多大关系了, 她对何鸿燊的心已经死了。 不幸的是在病痛的折磨中, 2004年2月21日, 李婉珀在香港的寓所内离世, 享年80岁。 李婉珀去世后, 何鸿燊亲自为她操办葬礼, 还跑到澳门为她挑选目的。 最终, 李婉珀葬在了澳门的圣卫基坟场, 而不是何氏家族位于香港朝远坟场的家族目的。 何鸿燊还发布了复文, 在复文中她以, 爱妻称呼李婉珀, 而家人的排名中没有出现二太蓝琼英, 三太陈婉珍, 四太梁安琪的名字。 她以这种做法已是对原配夫人的尊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何鸿燊还透露, 李婉珀的遗愿是希望她好好地照顾儿女和孙子。 然而李婉珀的这个愿望, 何鸿燊也没能帮她实现。 作为澳门赌王, 何鸿燊掌控了5000亿资产。 但这些资产, 她主要分配给了二房、 三房、 四房, 大房什么也得不到, 她还不允许何超贤, 何超雄到家族企业工作。 当然, 她也不会让大房一脉过的落魄, 在梁安琪的建议下, 她成立了李婉华信托基金, 大房的人可以每个月拿到生活费。 如今, 赌王已经去世, 二房、 三房、 四房将赌王的财产瓜分殆尽。 有意思的是, 在李婉华去世五年后, 何鸿燊带着三太陈婉珍, 四太梁安琪出席活动, 有媒体特意问她, 四位太太谁在她心中排第一位? 何鸿燊回答, 最爱的人已去世。 何鸿燊的回答, 让一些人觉得, 何鸿燊对李婉华还有感情, 但更多的人认为,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认为何鸿燊只是在表演给三太, 四太看, 毕竟能让女人不吃醋的只有死人。 也许在她晚年的时候, 看着二房、 三房、 四房, 为了她的财产争斗的样子, 她意识到四位太太中只有李婉华真心对她, 不贪图她的钱财,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她终究辜负了那个爱她, 帮她的女人, 是她让李婉华的人生充满了黑色。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李婉华也许会选择在1942年和何鸿燊错过。 可历史不能倒流, 人生不能假设, 真实的人生就是这么残酷。 李婉华活成了最悲惨的豪门原配之一, 可惜可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